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Focus 黑潮特試版限量登場 競響FOR動力與操控科技 行動競速版同步發售 限量69萬9起 現代人糖肺油脂攝取過多 鮮文不足 還好我們有M2桑葉青之定 促進代謝 大膽享受美食 一包好清酸 M2桑葉青之定 藍色小精靈來到中正紀念堂囉 快來和小精靈們 一起守護蘑菇村 飛鐵小精靈捍衛精靈村 五大主題盡情範文 今天起到4月15 藍色小精靈等你來囉 我要去好菌銀行 儲存好菌 歡迎光臨好菌銀行 擁有泯麗青益益生菌 菌株樹領先業界 二十株菌加雙纖維 養成儲存好菌的習慣 好吃 存好菌 好健康 擁有泯麗青益生菌 就在好菌銀行 優活原理官網 某某共同網 大樹藥区都買得到喔 您現在收看的是 東森財經新聞 我要去好菌銀行 儲存好菌 歡迎光臨好菌銀行 擁有泯麗青益生菌 菌株樹領先業界 二十株菌加雙纖維 養成儲存好菌的習慣 好吃 存好菌 好健康 擁有泯麗青益生菌 就在好菌銀行 優活原理官網 某某共同網 大樹藥区都買得到喔 藍色小精靈 來到中正紀念堂囉 快來和小精靈們 一起守護蘑菇村 飛鐵小精靈捍衛精靈村 五大主題盡情範文 先祈禱到四月十五 藍色小精靈等你來喔 六叔跟我們說 如果想要成功 一定要有風險 當然可能就是藉由盪風這波 變成一個運動 面對一定要贏國中規格 盪風要對大禮 現在水上王 找升學王每次 讓你在最低的時間 最快速度 購出最好的情勁 盪風 讓你藉不平的 好 時間來到下午的1.35分 回到股東前朝現場 我是明樂持續陪你來觀察 今天台北股市盤後發展的 一個分析跟觀察 先陪大家一起觀察盤後 重點的是德信頭顧的 林幸福分析師 幸福武安 大家好 幸福我先掃描一下 今天的一個盤是 台北股市今天基本上 還是呈現在 一萬一千點附近 來做轄幅震盪 不過其實早盤指數開高 一度要來挑戰 三月來的前波高點的位置 但後半場的漲勢 就沒有辦法有效的擴大 整個後半場 幾乎都是維持大約是上漲 20幾點左右的一個態勢 但是特別注意在 今天的最後一盤 因為今天是期貨結算日 今天的最後一盤 是動用了100億左右的一個資金 所以尾盤指數是往下擊殺了 28點 所以硬是把指數打的 收在平盤的一個位置 最後是收在 一萬一千零一十一點 又非常逼近到 一萬一千點的一個整數位置 成交量是不到一千三百億 而且特別觀察到的是台速化 台速化在今天的最後盤 看股價是直接這樣東往下打 用一萬五千張的一個掛單賣單 台速化股價是直接往下灌破了年限 跌了8%多作收 透過台速化把指數往下打 今天尾盤這樣的一個變化 應該怎麼做分析呢 好的我想今天是這個三月胎子期的一個結算日 尾盤的部分出現了一波 大概接近30點的下壓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這種情況其實主要是來自於 這個所謂期指的一個結算價的關係 那以昨天來說的話 其實昨天在選擇權 一萬一不管是做多的call 或做空的put 其實這兩個成交量都是最大 而且目前 未平常量最大也都是在一萬一千點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結算價 是越靠近一萬一千點的話 其實對於莊家 就做賣方的莊家來說是最為有利的 那我們知道在二月初的那一波急殺來說的話 很多莊家他是爆倉的 二月初那波急殺很多莊家爆倉 但是就機率來說的話 做莊家大概10次可以贏個七八四 也就是說經歷了 二月初的那一波的這個急漲急跌之後 你可以發現 總該要輪到莊家來贏一次 所以我想今天 動用到了這個 用壓這個台塑化的方式 來進行這個讓指數這個結算價 在結算對莊家比較有利 我想是今天這個情況 所以 可能像台塑化的部分 明天開盤 應該就要漲回他原來的價位 其實你看台塑化他的K線 他今天用一個這個大量的方式 直接把他灌了一個長黑K 大概已經回到之前 這個10月11月 這個100塊出頭的起漲點 所以如果說投資朋友 你想試試看的話 我覺得不妨 你去掛個盤樓試試看 掛盤後有機會撿到大片 對 就是你掛掛看 因為不一定會成交 因為其實這個價格算是比較偏離 他應該有的一個正常水 因為台塑化不管漲或跌 他其實很少單日出現這種所謂 對很8%以上 就說在106塊 對急漲急跌這種大股票 急漲低跌有時候你要反向操作 所以我覺得 假設你想掛掛看 試試手氣的話 其實反正就有掛就有成交 沒掛也沒什麼損失 說不定如果真的不小心 讓你掛到台塑化 明天可能一開盤 我覺得他至少要漲 他今天尾盤的時候 殺了8%多 對 我覺得明天至少應該要漲半根回去 明天至少要漲半根回去 因為他只是為了指數而壓 結算指數而壓 並不是說真的突然台塑化 出了什麼狀況 至少我們目前沒有聽到任何的消息 所以我覺得你盤樓可以掛掛看 萬一真的讓你成交了 其實你可以說是 好像有點中小樂透的感覺 因為明天至少應該開半根回去以上 可是我從這個禮拜的 上半週的盤勢來做觀察 其實這禮拜上半週 盤勢還是相當的膠著 他就一直晃在1萬1000點附近 是不是市場還是在等待 這個禮拜下半週 比較有可能會出現 關鍵性的轉折 因為盤勢已經在這地方 已經是轄幅整理了差不多 六個交易日左右的一個時間 那下半週為什麼說是比較關鍵 因為下半週禮拜四 有聯準會的利率決策會議 所以盤勢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不管是轉折向上 還是轉折向下 有沒有可能這個轉折時間點 就會出現在結算過後 也就是明天禮拜四 對 沒錯 其實這一次這個結算完之後 當然我們要待會看 今天出來的這個齊全數據 看這個外資怎麼樣 在結算完之後就做一個佈局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美國聯準會 即將要在21號 就這兩天的晚上 要召開這個利率決策會議 那現在市場預期 大概九成以上的經濟學家 都認為這一次3月 應該是會再升息一次 那幅度是硬碼 那其實已經知道了 這種消息來說的話 對於股市我認為 並不會起到太大的影響 因為2月初那一波 就是因為大家沒有預料到 這個經濟數據 特別是就業數據這麼好 導致大家對於說 聯準會今年會不會加快升息的速度 還有包括像加快升息的腳步 所以那一波突然之間大跌 但是對於已經知道的 不管是利多或利空也好 其實市場的反應通常 它就早就已經在市場上投資了 該買的該賣的 大概都已經進行了差不多 所以我認為反而是在這一次的結算完 結算前當然大家動作也不至於太大 像外資近期你可以發現 它在台股的進出一樣 小買小賣小賣小賣 並沒有太大的動作 但是結算完 就是這個結算完 還有就是這個聯準會的利率 確定升息一碼之後 我覺得就像剛剛明樂講的 台股的部分 可能會出現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那就目前這個盤面的一個結構來看的話 大概還是維持多方控盤的一個機率是比較高 所以我認為在這一次來看的話 可能今天已經是禮拜三了 可能剩下兩個假日 台股可能有機會 如果說補出一個比較大的成交量 因為最近成交你看今天 連最後一盤加進來也才1300 前兩天大概就是1100 1200 如果說未來兩三天 台股能夠補出一個比較明確 可能1300億以上的攻擊量的話 可能對於指數 再來挑戰11200點 或來挑戰前考11270的話 我認為相對機率是還蠻大的 指數的方向現在還不是那麼明確 可是個股的資金流向 盤面上多方的主流人氣指標 下半週能不能夠更加的明確 因為基本上 看看今天盤面上的強勢股來看 其實資金是蠻分散的 而且這個禮拜 每天都會輪動不一樣的族群 只有少數的族群例外 今天看到了二線光學族群 有很多都在向上發動 浴金光甚至是漲停板作收 被動元件族群則是今天少數 還有續牆的因為他有漲價的題材 在做支撐 另外包含了MOSFIT的族群 包含了部分的生技類股 部分的生技類股 另外還有包含了 MicroLED也是今天盤面上 少數有延續昨天的一個多方公式的 這個禮拜下半週 盤面上的人氣指標 還會由誰來領軍呢 好的我想就延續性來看的話 近期可以說是被動元件的延續性是最強的 我們可以發現像這個指標股龍頭2327的國巨 其實今天盤中的一個股價 再度的一個創下破斷新高 我覺得就目前的一個位置來看的話 當然被動元件從年初到現在 不管是台灣 日本甚至包括像中國大陸廠商 都是一路的一個調漲 他們產品的報價 當然這個對於整體產業的 不管他是營收 獲利數字來說的話 都有明顯的一個所謂帶動的一個效果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覺得其實 我們在挑選相關的產業就可以找到 龍頭股 龍頭股有率先創新高 當然也會帶動其他一些旗下的一些 包括像是6173的新倉店 其實今天的走勢也都還蠻強的 這就代表整個族群他有一個發揮什麼 母雞帶小雞的功能 這個國巨先創高 然後帶動其他的一些 這個二線的也好 或說其他的被動產業一起往上衝 那當然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覺得 相關的這個產業的個股 甚至包括像相關產業的權政 我們也可以在裡面 特別去做一個留意跟關注 好 電子原材料上游的漲價題材 仍然是盤面上一個選股 非常主要的一個方向 漲價概念股如果這地方 像是被動元件 國巨已經創高之後 如果不買國巨的現股的話 權政應該怎麼來做進一步的操作 我們稍微回來再請教幸福 請教育 請教育 請教育